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我是陈牧师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那今天呢,我将会针对最近所发生的这个新光状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先邀请大家一起的来翻开神的话语 但以理书的第四章 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 这是所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或利己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信息主题呢 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那让我们大家首先一起的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此时此刻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是一刻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 此时此刻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自由地来运行 去你来成就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善功 去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也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此时此刻 你在我们中间的作为 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来与你对齐 我们这一切的交托 我们这一切的祷告 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 阿们 当我们谈到这个武汉的这个冠状病毒 我觉得这是这一两个月来 每一天从媒体上我们所经常看到的报道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对待和看这个事情呢 我从神来的感动 我认为有几件事情 我们先一步一步的来向大家敞开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那当然我话说到这里 我并不是说这是神所为 因为这件事情是人为的 那待会儿我会一一的跟大家解释 那不过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整个事情的发生 直到今天是2月25日 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相信这段这个疫情还会蔓延到挺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在这所有的一切 我们作为神的教会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么样 以怎么的一个心态 我们应该怎么的看待这个事情呢 当我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在为这个疫情祷告的时候 上帝反复的提醒我一段经节 就是我们刚才在《但一里书》第四章 第十七节里面所读到的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这段经节 那这里所针对的呢 是讲尼布贾尼沙 那我们知道尼布贾尼沙 他是巴比伦的王 在尼布贾尼沙那个年代呢 他是在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 最有权力的人 因为他的骄傲 因为他的高傲 就好像今天的世界 很多人以为人定胜天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 上帝透过他的使者 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 上帝他要来管教尼布贾尼沙 他要让一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 降杯与就像牲畜一样 吃草跟牛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上下文去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接下来神是怎么样的来针对尼布贾尼沙 怎么样的来管教他 那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他谦卑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全世界 要所有的人认清楚 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什么呢 自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自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当我相信发生 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的传播 这个疫情呢 神的旨意跟那个时候 针对巴比伦 针对以色列人 针对尼布贾尼沙是一样的 我相信上帝要透过这个疫情 让神的教会在2020年 在这个时候 神的教会必须唤醒 神的教会必须起来 所要成就的一切 他都会透过他的教会 他会透过人去成就 那当你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 26到28节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 那起初上帝给了亚当以下挖 两个很重要的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你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上帝赋予人类创造生育 和培育下一代的本能 让我们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以上经节我讲到的 就是在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把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深处和海里的鱼 交给人类去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在起初他所造的一切 他交给人类去管理 上帝在起初的本意 就是要透过人类去 在这个地球上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上帝要透过教会来管理这个世界 那我们现在来到现实 2020年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一点就是 我们正活在这末后的时代 我并不是要试图地告诉你 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可是很肯定的一点 从圣经里面所告诫我们的 所记载的 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难发现 我们真的是活在耶稣 耶稣再来的时代 已经离耶稣再来的时代 已经是很靠近了 所以你看起初 神把世界交给人类去管理 那换言之就如同我以前所经常讲的 上帝不参与世俗的事情 上帝在地上所要做的 他透过人去成就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地球 交给人类去管理了 可是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我们刚才在但一理书 一开始在但一理书里面所读的这段经节 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神有他的意念在里面 神有他的计划在里面 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没有瑕疵的 可是因为起初人类的选择 最进入这个世界 不朽坏的成为朽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今所活在的这个世界 是充满黑暗的 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 是很丑陋的一个世界 就像尼布蒋尼萨的一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旧约时代的时候 上帝的本意是愿意透过 以色列这个渠道 这个投身的 他透过以色列这个渠道 要向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旨意 来祝福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发现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 因为他们的印的景象 上帝迎许以色列人 被外邦人掳去 那就在这个时代 他们是被巴比伦所统治 那在当时的巴比伦王 我刚才一开始所提到 这个尼布蒋尼萨 他是最有权柄的一个人 虽然 这个世界交给人类去管理 可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谁 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 这个世界的主权是谁 自高者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创造你我的上帝 他仍然在这个世界掌权 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点 人在做 神在看 人类在这几千年来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他们做神看为恶的事情 神都看在眼里 你对神的摆上 你对神的服侍 你对神的尾身 神也看在眼里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武汉 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呢 今天的主题 自高者 在人的国中掌权 武汉 武汉病毒的这个疫情 蔓延到今天 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现在还继续的 往中国以外 更多的地区 更多的地方在蔓延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上帝在提醒人类 在提醒他的教会 我仍然掌权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的第一个身份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一位基督徒 你的第一个身份 不是你的国籍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是一个英国人 我是一个新加坡人 等等 你的第一个身份 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因为很多政治的因素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话题 我会开门见山的 赤裸裸的给大家分析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大家有从神来的看见 去分辨 去判定我们当下 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就从武汉 从中国开始 我们来讲 这个武汉病毒的发生 那首先这个武汉肺炎 进入到四人的视野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12月份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12月份 我在马来西亚 再参加一个特会 在那个时候 从媒体上已经看到 这样的一个报道了 在武汉 他们有这个查到 有患这个冠状病毒的人 然后他们疑似这个冠状病毒 有类于2003年 2004年的这个非典型肺炎 上市 所以从12月初 这个事情呢 已经曝光了 已经进入到四人的视野 当然它并不是 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 不过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这是我要呈现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眼镜 12月中 12月下旬 那这几年来呢 我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 往武汉 去传福音去宣教 那其中一点就是 我有神的带领 有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感动 那上帝让我看到的就是 武汉 它是一个窗口 它是一个城门 往整个中国大陆 福音的城门 整个中国大陆 福音化的一个门口 一个窗口 就是在武汉 当你去追寻武汉的 这个历史的时候 近代历史里面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就是在上世纪 出武昌起义 孙中山所发起的武昌起义 在那个时候 新中国的城里 脱离了封建的 这个制度 从属灵的角度 那从属灵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武汉 它就在长江 江河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我去过长江 无数次 每一次到长江的时候 我们坐在轮渡上 我们经常会奉祝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 让神的福音 让那火水的江河 圣灵的火焰朝着长江流淌到整个中国大陆 所以这样的祷告 无数次的 经常的在武汉 经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并且在过去的两三年 我也带领了几位神的属灵的将领和仆人 到武汉 我们同样的 也是在长江 做了这个针对性的祷告 因为我们相信 在中国的复兴的源头 在耶稣再来之前 中国要经历一个很大的复兴 并且这个复兴的源头是从武汉开始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祷告 所以这次这个武汉疫情的发生 坦白说我是感到很惊讶 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毒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发生 可是 我对这个事情发生 为什么是武汉 我不会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知道有神的美意 因为我知道在鼠林里面 在战略位置里面 武汉是一个很关键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所以谈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12月初 进入到人类的视野 这个病毒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从官方的报道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什么春莹嘛 对不对 霍春莹是吧 她曾经说 她们在1月3号 1月3号 已经向美国汇报30多次 关于武汉疫情的这个发展 所以换言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疫情呢 从12月开始 然后进入到1月初 其实官方是知道的 然后习主席呢 他在他也在自己的讲话里面 有说过 他在1月7号的时候 有发表 发表谈话 指示他们 针对这个疫情 有不同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 我们也知道 在1月18号 1月18号 在武汉 他们举办了一个万家宴 万人宴 还是万家宴 这是庆祝春节 华人春节 所以我们 首先 我讲这些细节的目的 首先我要大家看第一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我要大家注意看的第一点就是 这场疫情发生到今天 它是人为疏忽 它是人为造成的 这不是神所为 这不是神所为 这是第一点 我要大家认清楚的 这是人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不是猜测 这些不是谣言 这些我给大家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事实啊 铁一般的事实啊 是有官方认证的 所以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查证 那其他的谣言 我们就不去说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疫情 从12月份开始 那从1月份 包括1月1号 中央已经派了专家团队到武汉 去评估当时这个武汉疫情的发展等等 那所有细节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可是真正的就是让全世界知道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是在什么时候呢 华人新年 荣历新年的什么呢 除夕 是到了1月20号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 就是这个新华社 还有这个环球时报 这些都是国家的这个媒体 他们就相对了报道 关于这个武汉的疫情 那知道了就是除夕 我们知道 国家执行了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封城行动 把整个武汉这个城市封了 那从这个事情的发生 从12月开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会很具体的告诉你所有的数字 从12月有还分成好几块的 多少多少人感染 其实已经挺多了 到1月份 真正的采取繁放措施 这已经有多长的时间 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那换言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封城或者说这个繁放措施呢 已经执行的太晚了 最少晚了30天 所以为什么在12月份 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不去做任何的报道 让老百姓能够自我的来保护自己 来防护呢 有很多的理由 我让大家自己去解读 那更多的 从官方那边讲 他们不愿意影响新年的气氛 所以总而言之 现在是发生的事情 我们大家看到 这是人为疏忽所造成的 因为这个拖延造成了 基本上整个疫情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在武汉 那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很多 不少弟兄姊妹 他们是在这个 社区里面工作 那你必须明白 武汉人口有差不多 1100万到1400万 还有流动人口 那在春节 春运 春运之前 已经有超过500万人 离开武汉了 因为春运 所以留在武汉的 也许就只有一千万左右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千万人 在武汉的一千万人 或者在整个湖北的更多人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这个封城的过程当中 换作是别的国家 当一个病毒 当一个疫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已经蔓延了一个多月 基本上 你的整个医疗的体系 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你已经超负荷了 你的病床 还有你的医护人员 还有你的这些设施 你要想象 在那个时候 你都不知道 你的病毒的来源是从哪里 你都不知道 有谁是被感染 因为不知道谁被感染 所以整个城市疯了 所以我要大家明白 在那个时候 我所得到的内部的消息 从很多在工作 在社区里面工作的弟兄姊妹 他们都告诉我 病人很多都是在家里面隔离 在开始的时候 很多都是在家里面隔离 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 他也没有足够的这个仪器去测试 所以当我们谈到数字的时候 尤其现在我们每天就看这个数字 我们看得很累 哇 今天有多少人死亡 多少人确诊等等等等 那从这一个多月来 中国大陆 他已经改变了几次数据 他们这个数字的 这个加减的一种方式 已经改变了两三回了 所以我讲的是什么 这个数据是不可靠的 那如果你按照病理学 还有从数据学 或者从这个比例学的 这样子的去评估估算的话 这是专家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按照12月份有多少人感染 还有我们也知道 在12月底1月初 有多少位 有八位医生被抓 为什么呢 八位医生 他们爆料 他们暴露了这个事实 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面 在微信群里面说到 他们发现有类似于 SARS病毒的 这个病人 所以当时他们被有关当局 抓了说他们是造谣者 所以 从这些事情 这些都不是秘密 但是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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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好我就不多说了 那发展到今天 我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每一天 所得到的 得到的信息是很多的 那我要怎么样的去分辨 这个信息是真是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 然后我们来回到神的话语 我以前在跟大家教导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查经 怎么样的去读经 有三个原则 有三个方式 有三个问题你要问 好我在这里 再简单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这是很重要 尤其在我们 活在这末后的时代 这个信息爆发的时代 你透过不同的媒体 有自媒体 有官方的媒体 有微信息 有脸书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媒体的渠道 你获得很多不同的信息 那你怎么样的去分辨 哪一个是真信息 哪一个是假消息 因为 我让大家明白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撒旦魔鬼 他是什么呢 他是说谎的父 圣经也告诉我们 撒旦魔鬼 他不是 以一个狼的面具 以一个很可怕 一个魔鬼的面具 在我们面前呈现 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就像天使一样 光明之子一样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仇敌会经常 透过媒体 来给我们传达 他想要我们相信的信息 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点 洗脑 让我告诉你 我们看到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 在玩电子游戏 对不对 玩电子游戏 他们上瘾 因为当你在接触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专注在这个游戏 潜意默化的 这个东西 在给你洗脑 你明白吧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有些年轻人 玩了这些游戏 我们看到有关这种报道 然后他们就犯了杀人罪啊 等等 因为当他进入到这个游戏 成为了这个游戏的一部分的时候 每一个游戏 或者每一个 我们所得到的每一个消息 他都在传达一个信息 有些信息是从神来的 有些信息是好的 有些信息是什么呢 是仇敌的控告的声音 仇敌的谎言 仇敌在给你洗脑 尤其在末后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懂得怎么去分辨 好 我很快的回到神的话语 那我们怎么样的去解经 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 很多弟兄姊妹经常问我 我有说读不懂圣经 那这里有三个原则 那首先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阿们 那圣经 作者是谁 圣经的作者就是上帝 祂是神所默示的 在提摩太书三章告诉我们 祂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者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他既然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在彼得书也告诉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以经解经 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 不要按照自己的诗意去解释 不能够凭自己的经验 或者自己的主观的观点 自己的主观意思去评估 要以经解经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好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第一点 你要问的就是什么 背景 那我所谓的背景是什么呢 你要问自己 这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这本书的纸笔人是谁 它的背景 然后这卷书是写给谁的 它的对象是谁 我举个例子 就说福音书里面的这个约翰福音 那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 它应该是在主后七八十年写的 执笔人是约翰 那这个约翰福音 它是最后一卷被执笔的书 在新约圣经里面 然后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谁呢 因为在约翰福音那个时代呢 不仅仅是犹太人信主 也有很多外邦人信主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约翰福音他所针对的不是局限于犹太人 他是针对广大的这个外邦人的信徒 广大的群众 任何的信徒 好 这个约翰福音 我就举个例子 所以背景很重要 那第二个呢就是目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 当你在读一段经节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这段经节它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东西 只是让我们知道 供我们参考 尤其是在旧约圣经 记载了很多的一些历史 让我们知道 那有些的目的是警告的目的 那比如说在诗篇 诗篇里面的很多的篇章是什么呢 是记载了大卫他对神的敬拜赞美 所以这个诗篇的目的是 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安慰我们 对不对 建造我们 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敬拜赞美神 所以那有些经节 它是直截了当的是一种警告 所以有些只是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还有不同的目的 或者说动机吧 那第三点呢 就是对象 这个所针对的对象是谁 还有他的一些背景 然后当我讲这三个层面的时候 当你回到圣经里面 你去看在提摩泰 我们来翻看一下 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 那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 的第十五到十七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 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那这个圣经呢 那在原文是graphic 是graphic 那希腊文graphic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记载的话语 它是一个文字的东西 它是一个文版 所以你看在现实当中 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 我们都有这个文版 我们都有这个文字的东西 所记载的 然后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那这个道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在希腊文指的是logos 那logos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了 约翰福音 它是针对谁呢 针对外邦人 针对广大的这个信徒群众 所以这个道呢 当时在约翰执笔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 那个历史背景呢 当时这些外邦人呢 这些罗马人呢 他们是很喜欢看这个话剧 他们去剧院里面看这个表演 这舞台剧 所以当这个道原文的意思 logos的意思指的是什么 就是剧本的意思 所以你读这段经济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太初开始的时候 上帝已经有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与神同在 神就是这个剧本 然后这个剧本成了肉身 就上帝自导自演 自编自导自演这样子 道的意思 这是logos的意思 然后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 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什么呢 基督的话来 那基督的话在原文的意思是 Rima 那Rima的意思是什么 针对性的话语 神所释放出来的话语 神在念一个时候 在那指定的时间 所说出来的话语 这就是Rima 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三者 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有记载了文字的话语 文档 你有这个文档 graphic 还有你明白什么呢 这个道 你知道神的整个宏观 神的整个剧本 神的整个大计划 那第三呢 就是神所在这个时候 要对你说什么 他是很针对性的 所以你看 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的去解经 所以我们这样子去分别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 弟兄姊妹说 我有感动 我有感动 神告诉我这个 神告诉我那个 那我怎么样去判定 这个感动是源自于神 其实很简单 首先他这个感动 我就用这三者 第一 从这个记载的文字 这个graphic 神的话语 它是一个框架 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框架 他的这个感动 这个信息 有没有违背 神的这个graphic 这个文档 这个原则的东西 有没有违背这个原则 好 没有 过了 然后第二关是什么呢 跟神的整个大计划 宏观的计划 神的剧本 有没有出入 那第三呢 就是很针对性的 所以当你从这三者呢 互相的来核实 教对 你就能够明白 你的这个感动 你所获得的这个信息 是不是从神来 好 那我现在回到现实 我们讲到武汉疫情 我们得到很多的信息 那这个信息不是神的话语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其实很简单 当你得到一个信息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你要问自己的是背景 这个信息 我是从哪里看到的 中央电视台 所以这个媒体的创办人是谁 这是官方媒体 环球失败 这是官方媒体 凤凰 凤凰坦白说 我十年前还是挺喜欢看的 不过现在他也是有很 他也是官方媒体了 所以当我们知道官方媒体 所发出来的信息 是有很多政治的考量 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大家要注意 这第一点 然后当你接受这个媒体的时候 第二个部分 它的目的是什么 当我听到一个信息 在媒体里面 我听到一个信息 我接下来问的是 它的动机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一个媒体人 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媒体原本的责任是什么呢 媒体的责任就是报导事实 报导让所有的人知道 让你的观众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把真相报导出来 可是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媒体是传达假信息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种分辨的能力在里面 首先你知道 这个媒体 谁是幕后老板 这个很关键 因为当你知道谁是幕后老板 还有你知道他的动机 还有这个消息是写给谁听的 是写给国内的人听的 是写给世界上的人听的 所以当你从这三方面去衡量的时候 在很大的程度上 你能够去评估 你所得到的这个消息是真实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刚才说 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呢 他的责任是报告 去报导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去报导真相 然后 由我们观众 自己来下结论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的媒体人很努力 很用功 他们不单单是报导 发生什么事情 他已经给你总结了 他不只是告诉你 发生这个事情 他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他已经给你定了一个结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呢 属灵的人是看透万事的 所以你要有懂得怎么去辨别 你明白吧 不要轻易的去听取媒体给你的结论 你自己来总结 你只需要得到这些信息 然后让神来带领你 你自己去评估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无形当中 每一天潜易默化的就被洗脑了 你已经被彻彻底底的洗脑了 然后因为媒体 他有他的动机 他想要说服你 跟他有同样的立场 现在我不是来谈政治 弟兄姊妹们 当然当我们讲到媒体的时候 我们讲到消息的时候 有些消息坦白说 我不好分辨 很难分辨 那当你很难分辨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呢 记得我刚才说的弟兄姊妹们 你第一个身份是谁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 那你就从国度 国度的眼光去分辨这个信息 国度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 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新闻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这个武汉疫情 我尽所能的从神的角度 去给大家分享 我相信透过这个武汉的疫情 首先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 透过我们所总结 所得到的真相 这不是人家的猜测 是数据真相 得到的数据真相 我们发现 这个疫情的发展到今天 是因为人为的 这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是人为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武汉的疫情 它不是针对中国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说 这个病毒是人造的 这个病毒是在武汉 P4实验所出来了 那这个呢 是没有证据的 可是 我能够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 一些真相的东西 首先 为什么他们说到武汉的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实验室 全世界就十几个P4实验室 什么是P4实验室 他们做的就是做这个研究的 研究病毒的实验室啊 那P4呢 就是最高级别的 在中国就有一个 那就是在武汉 耗尽了三个亿 耗了三个亿 法国人帮助中国建成的这个P4实验室 那在P4实验室 这个是公开的信息啊 这不是一个揣测还是什么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他们有SARS病毒 他们有Ebola的病毒 他们在研究这些东西 好 那有些人说 他们在里面有研究这个化学武器这些 那这些我们没有这个 我也不能够去证明什么 这些我们就不去说了 可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巧合就是 中国唯一的病毒实验室就在武汉啊 这是第一个巧合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疫情发展到今天 他们从他的这个基因组 这个病毒的基因 还有他的排序 已经证实了 他的感染源啊 或者我们说的亚当 亚当病毒 什么是亚当病毒 亚当病毒就是说 这个病毒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出现是在10月 2019年10月30号 29号到30号之间 所以这在10月底已经有了 这是他们是透过全世界 包括泰国中国已经染病 确诊病例的这个病毒里面 所分析出来的 检测出来的 然后 透过香港 有这个印度的科学家 美国的科学家 还有俄罗斯 最近俄罗斯的这个卫生部长 签名的 他们发表的 发表的这个研究发现 这个病毒呢 它的这个基因组成呢 是人工组成的 它的排序 它的DNA 它的排序是人工组成的 简单的说 这个武汉病毒 是人造的 不是天然的 不是你想象中的 大家知道什么是冠状病毒吗 冠状病毒 其实是不仅仅是在蝙蝠 或者在很多动物上面 都有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基本上是不可能传染给人的 全世界只有七种冠状病毒 能够传染到人的身上 而这七种里面 只有三种 到现在为止 发现三种是危险的 第一个就是SARS 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是MERS 就是在中东那个 中东呼吸综合症 还有第三就是 现在这个武汉的病毒 所以你看 从蝙蝠传染到人 它中间 我们人是有 上帝造人的时候 我们人是有抵抗机制的 它是要有中间 要有一个宿主 知道吧 中间有一个宿主才能传染 所以它的基因是受过修改的 所以现在数据显示 这个病毒是人造的 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 人为人造 还有现在很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教会的发展 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复兴 尤其从农村开始 那我们也知道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七十年 中国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逼迫 很多的打压 当然这其中都有神的美意 不过在这里呢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一点 我现在不只是针对中国共产党 我也针对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被政治所洗脑 不要被一个政党 来左右你的思想 和左右你的判定 这个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呢 上帝要打开中国人 要打开基督徒的眼睛 让他们看到 中国 掌管中国的 中国的希望不是一个政党 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政党 就像当时的尼布贾尼撒 这个世界的未来 巴比伦的未来 不是你尼布贾尼撒 我至高者要你成为 像动物一样 像牛一样 那是马上的事情 神要怎么样的 随时的 让你下来就下来 神要兴起一个王 也是随时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一个政党 他开始抵挡神 我觉得在两年前 当他们开始篡改圣经 修改圣经的时候 他们已经越过了底线 我讲的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修改了旧约圣经 并且改了新约圣经的一些解释 你已经越过了红线 你现在所针对的不是人 你在跟上帝对抗 天地要废去 神的话语永不废去 你不肯加天 也不肯三间 所以当一个政权 他自高自大的 他来压迫所有的老百姓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信仰 不管你信什么 你的信仰只能够是我 共产党 就像巴比伦那个时候 尼布加尼撒 你们每个人只能够拜我 我就是你们的上帝一样 神就要把他弄下来 神就要管教他 现在神也是在管教这个执政者 上帝要中国人 上帝要中国的基督徒看清楚 这个武汉的病毒 不是世界上哪一个专家 能够去把它医治的 这个病毒 只有上帝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保守你 能够医治你 阿们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的一点 中国的希望 中国的未来 不是在一个政党的身上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在中国掌权 当然弟兄姊妹 我现在讲的不仅仅是中国 整个世界你看 我跟你讲 政治是很黑暗的 两个字 黑暗 所以这次因为武汉疫情的发展 我要大家明白 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病毒的传染 它对整个中国 不仅仅是中国 整个世界 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它跟03年04年的SARS病毒是两个概念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全世界80%的生产线都在中国大陆 因为武汉病毒 因为被隔离 你看 世界有多少人口 70多亿 70多亿人口 75亿 73亿多 有全世界 中国现在 有差不多7亿个人 就是世界上10%的人口 在被隔离 某一个程度上的隔离 有些在家里隔离 有些在城市隔离 有些在小区隔离 某一个程度上的隔离 你去想想 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因为病毒不能够复工 工厂不能够开始制造 对整个生产线的影响 这个武汉病毒 会让这个世界大洗牌 我现在不是来评估哪一个国家 比哪一个国家好 我告诉你 神借着人造的 这个危机 人造的 这个疫情 来管教他们 就像当时 上帝怎么样的拯救 以色列 最后我要总结的是 在出埃及 上帝兴起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降十灾 在埃及 这十灾是真 不是针对以色列人 那上帝为什么要拯救 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听清楚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侍奉神 你去读 出埃及记第八章 让他们出来侍奉神 神在这个时候 要他的教会 全世界的教会 起来侍奉他 那这个十灾呢 所针对的是 所针对的是法老 那你会发现 这十灾都是 埃及人所敬拜的偶像 所以说的更简单易懂 这十灾 简单的说就是 埃及人 法老 他们在制食其国 所以 发生这个大灾 这整个世界会大戏牌 我们说现在全世界 口罩短缺 因为口罩的生产地 主要都是在中国大陆 包括现在全世界的 很多的药物 它的原材料 都是中国大陆 很多汽车的配件 手机的配件 电脑的配件 都离不开的 就像我们讲的 存亡此寒 这个道理 大家知道吧 所以这个世界 因为权力 因为金钱 我不能够来论断 每一个国家 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为了权力和金钱 昧着自己的良心 逼迫自己的老百姓 看到别的国家的老百姓被逼迫 一句话都不说 都不管 反正给我钱就可以了 你给我钱 我就闭口 所以你看 现在很多全世界的媒体 播出来的新闻 都是假新闻 所以基本上 当我看那个数据的时候 看国内大陆 所发出来的数据 多少人得病 多少人 包括在香港 让我告诉你 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数据 最少你可以加两位数 你说确诊的人数 和病死的人 这是有 可以被考证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可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关键是弟兄姊妹们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所以不管今天 你是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你在香港 台湾 你在世界任何的哪一个角落的弟兄姊妹们 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会被影响 经济 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 可是你不要害怕 当上帝让死灾 降到埃及的时候 不是针对以色列人 针对的是法老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分别为神 敬拜神的人 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你不应该感到害怕 因为神会保守你 所以我经常在鼓励弟兄姊妹们 你们今天宣读了 四篇九十一篇了没有 神要吩咐他的死者来保护你 神会保护你的 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来宣告 耶稣基督 掌管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 在中国做王 耶稣基督在你本地 你当地的国家做王 只有当我们认清这一点 不要让政客来给我们洗脑 没有共产党 我就没有家住 我就没有饭吃 这都是一派无言 有些国家有好的政党 有好的政府 我们感恩 我们感谢主 可是你要不要忘记你的源头 我们的源头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所以教会有权柄 教会也是有这个责任 来为当下这个疫情来祷告 怎么样的祷告呢 让我告诉你 该发生的会发生 因为神在做事情 这个时候我们要专注的是 好好的什么呢 兴起发光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主做光做圆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复兴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 因为这个病毒 它不能够战胜神的百姓 这个病毒 它不能够侵蚀基督徒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你是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人 就算你被感染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因祂的边上 你可以得医治 在这个时候是我们靠着神的恩高 从神来的胆量 智慧 去为祂做光做圆的时候 现在是我们起来的时候 在每一个领域 神所拆派你 所带领你到的领域 为主做光做圆 时候到了 弟兄姊妹们 这个疫情 这个世界级的疫情和大灾难 为的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自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透过神的教会 要透过你和我 让世界让我们周围的人明白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在掌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你是一位 独一的真神 你是一位掌管一切的神 你是那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让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 你在中国 在武汉 在湖北 作王 主耶稣基督 你要在我们中间 兴起一个合乎你心意的执政者 主你要在我们中间呢 来兴起像摩西一样的 让我们这些信徒呢 都能够过一个分别为胜的生活 让我们真的能够走出自己的环境 走出自己的自我 走出自己的世界 好好的来侍奉你 让我们不要把焦点 关注在这个疫情 让我们真的学会在这个时候 定精来仰望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你 让你的名被高举 我们这一切的祷告 我们这一切的宣告 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 就阿们 好好的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